前电竞选手Toys 近期到YouTuber超哥旗下炸鸡店拍片 直接批评店里的炸物难吃到连狗都不吃 对此馆长陈志涵为了实测 特意买了鸡排喂给爱犬大熊 结果大熊吃得津津有味 然而有网友发问之一 狗狗可以吃人类吃的调味鸡排吗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贴文引起热烈讨论 不少网友都直言这样的举动很不OK 可能会对狗狗的肾脏造成很大的负担 此外由内行的网友指出 炸物又油又腻不舍给狗狗吃 而且击骨吃进狗狗的肚子里 可能会有穿刺的风险 完全是网红的错误示范 甘免网友严肃地表示 动物的耐受力很强 有病痛不会马上表现出来 等到慢性病或过敏症状明显失 经常已经为11万 因此劝戒四主们要好好爱护自己的宠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